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内有这个能力 独立来完成这个核市场吗 有这个能力吗 我真的也是怀疑 所以我是想说 请政府也了解到说 核市真的不是依讯顺利在测试中 真的不是 错误工程不可续建 错误工程不可续建 原委会的官员既然当天的时候讲得很凶 说马上要停建 结果第二天被国民党委员召去的时候 马上说我们没有说要停建 怕这个所谓的核市停建 这个所谓的风暴再起 马上改口说只是要要求改善 不管是林中尧 不管是原人会 不管是民间团体 都已经指出核市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台电在那份曾经的声明上面 是坚决的不认错 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问题 原人会打算在这个临时会里面 要召开闭门的会议 以前核市安全监督委员会 会让民众参与旁听 但是一直到昨天的下午 我们要求要进入旁听的时候 那个原本会的官员都一直跟我们说 对不起我们这次的会议是闭门会议 我们拒绝旁听 核市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丑闻 已经被揭露在社会上了 现在不管是原本会跟台电都试图想要用这种闭门的会议 来躲避全民的监督 要怎么破解这个所用专业知名体检知名 来拒绝全民监督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要求他做资讯的开放 原来会说 你们这非法集围喔不好意思 这是危险物品吗 我们要上去看会啊 原来会出来啊 危险全坑立即停工 危险全坑立即停工 核数论喔 不是爆料 行政院跟经济部可能会认为 这个是民庄网在爆料 我拿爆出料 何树论所讲的问题啊 我在何树论全坑立即停工 讲了三年四年啊 哪一样是新东西 就是我上次看到的适应转程序书居然可以去被更改 没有被认可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那今天设计的人 他认为应该这样做 那我设施的人 我高兴我自己改 那到底基础在哪边 我们在共产党 没有任何认证的人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尽全力 我们愿意接受各界的指导和意见 我们愿意台列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虽然我们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做好 我们愿意尋深检讨 刚刚李早有讲过说 一号机在整县部分的确没有做好 我们二号机不能存在复证 一定会把体制制度做一个总检讨 林委员急出来的一二三七 刚刚台列尼有承诺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针对四五六点 事实上感觉上双方都还没有具体的结论 那委员都会感觉到 就是说感觉上我们这样一个监督的机制 好像也不是很够 比如说我们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 事实上我们专业能力也有限 今天核四厂从头开始 所有的程序全部决策都错误 然后现在在最后的时候要说要来改善 结果这个专业不足 那个专业不足 这个人机不平 那个专业不足 我们凭什么要我接受这个东西 我们不愿意再接受这种 你们自己所谓专业的这种体检 最后再把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的这种事情 我们要要求现在的民间的核能监督的代表 就要进入现在所有的体检的机制 纳入正式体检的机制 我想我现在不管是台电的专业 其实已经完全不足以被信任 不然如果可以被信任的话 不会出来现在这个结果 所以副主委这边是有承诺说 在目前的总体检的机制里面 可以纳入民间的代表 本来就要 这个本来就要的 那为什么之前不做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本来的想法就是说 怎么我们 你要你跟人家叫民间参与 要跟人家沟通 我们自己也要你到想法 不能一片空白什么 总体检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那为什么总体检之前不想不想清楚 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到一棒 我们现在要求其实已经算是晚 但是我们还持续会要求 时间的关系 我下礼拜会跟你请教 不用跟我请教 评论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只是一个 咨询委员会 我们的成绩是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在核四非核家园的那个状况之下做 我们是在配合这个是认为说 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怎么样把这个政策做得更安全 如果说今天我们这边即使我们今天做成一个决定是要停工 行政院立法院不同意 我们也没办法做 所以不要把我们这个委员会讲的好像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行 然后我们呢也不敢去做停工的一个决定 今天就是我们举手做停工 行政院不停工 那是一个行政院的事情 是国家政策的事情 那个我们现在上次我们做的那个结论是这样 是那个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年最慢到年底 但是你是要台电 要台电提出改善计划 那我已经说了 台电自己没办法解决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这七个是需要行政院出来召集 所有这一部会 原委会的 不是台电提出计划 是要原行政院出来召集国营会 还有原子人委会 还有台电就行 甚至我们这个委会 出来召集这个会 才能够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核四论核一 那个核四之计 所引出这些问题 我们不知道成半年 成报 刚才你之前成报行政院嘛 总统府嘛 但我是觉得既然叫我们一起 是不是也成报立法院 说我们加上一个 现在这些问题 如果在社会里面没有 没有解决的话 是建议成功 那这样就算一个提案 典份呼吁了 呼吁 然后你们认识呢 全部赞成我们这个就提这个案子 我们就做一个结论 为什么 像我们 比如说当时提以后 奇异公司 因为他做的 他就整个他的下包 他也有很多下包 差不多有几十个下包 也停了 停了就解散 解散回来 然后再过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用新的合约谈判 然后人离职来就开始 新的人就开始训练 所以他的影响不是三个月 他非常长的时间 为什么说工序 大家谈到工序的文章 其实某种原因 这也是因为 你再来哪些工作先恢复 哪个工作后恢复 这些地方工序上就有影响 所以我这边是请各位 审慎思考这件事 你要讲出这种话是很简单 可是他后面的consequence impact 我请大家这里衡量一下 我提议 我提案 原本会编议议算 把合适论 原文加合适之计 登在报纸上 让全国老百姓 你能够更了解合适 可以 反对了这个 要认识料 然后我想这个 都这样子 就是公典的会参考 公典的会参考 我会参考 所以我认识 我说这些问题 一段时间 是人类的 词词